野生的这个安驰鱼 40块钱一斤你给我杀一下吧 一共几条啊 6条啊 买几条野生的安驰鱼 6条一斤重 一条一两多重 大家我是老田 刚刚在菜场里买了6条那个野生的安驰鱼 呃今天是40块钱一斤的 今天晚上呢我准备烧一个那个 呃一个特色菜 安驰鱼烧凤爪 呃要到另外一个市场才能买到那个新鲜的凤爪啊 我们现在过去 到新鲜的凤爪啊 你封销完了 嗯 哈哈哈弄个8个左右就够了吧 8个左右就够了吧 多少钱一斤 17 小早就剪了你直接直接给我剪成两半的可以吧 稍等我回家再剪了 剪小一点吃着方便一点 买了6条野生的安驰鱼 这个今天买的是有大有小的啊 如果平时早上早一点去呢有那种这么大一斤点的那个最好吃的我最喜欢买那个了啊 这个呢有的 大个的这么大小个的这么小 起来的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尖刺不要吃到手啊 像养足的这个黄颜色的呢 要开始一冲就冲掉了 鸡短再来处理一下啊 今天这个鸡短呢那个阿姨帮我全部剪好了 回来就省得剪了 多淘洗两边就可以了 清洗好的鸡短呢给它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 加一点黄酒 我们再来洗点洋葱 青红椒要搭配一些 它也就是这个芹菜可以蒸香的 鸡短水开以后呢打去浮沫 然后再煮个两分钟左右给它捞出来 看着还不少呢啊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呢给它冲洗干净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这个矮角青 跟这个修增菇一起烧一下 先用水呢给它多浸泡一会儿啊 今天我们还是做两个菜 一个是这个昂子鱼焖凤爪 还有一个就是青菜 青菜让它多泡一会儿啊 这个昂子鱼是野生的 这个大小都不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鸡短买了8个 配菜呢就是青红椒洋葱 还有葱姜蒜芹菜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些配料给它切一下 这个洋葱直接切成葱丝就可以 青红椒呢直接斜刀给它切一下就可以了 芹菜给它切成段 葱姜蒜再切一下 生姜切片就可以 小葱呢给它打成葱结 再来准备一点大料 八角桂皮香叶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鸡爪提前给它烧好 因为这个鸡爪比较难炖了啊 锅热加一点油 加入姜片 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呢下入鸡爪 给它翻炒一下 把上面水汽给它煸干 炒香以后呢我们来烹一点这个黄酒 再来加一些这个生抽 老抽呢少来一些上颜色 还要再放一点这个蚝油 蚝油不用放太多啊 这个颜色一下就上来了 香味也慢慢出来了啊 然后呢我们给它加一罐啤酒 啤酒可以去腥还有麦芽的香气了 这个里面水呢我们还要再多加一点 放入前面准备好的料头和葱 加几个冰糖 加上一勺盐 盖上锅盖大火给它烧开 然后改成小火炖半小时 这个盎司鱼里面呢我们加一点葱姜 加一点黄酒 盐来上一点 少来一点糖也可以去腥的 胡椒粉放一些 拿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我们把这个鱼提前给它腌制一下啊 鸡爪也差不多了啊 汤汁都熬的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这个葱姜料头给它剪出来 这个鸡爪里面料头剪完以后呢 我们要给它转到砂锅里来再烧啊 准备一个大的砂锅 锅热呢我们给它少加一点点油 然后先把它姜蒜放进去 姜蒜上面呢放上洋葱 然后再放了青红椒 最后把这一点芹菜给它放在上面 烧好的这个鸡爪跟汤汁 直接浇在这个上面 最后啊 我们把腌好的这个盎司鱼 摆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鱼是腌过的 鸡爪也是有味的 我们只要盖上锅盖 小火焖8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再把这个青菜的根子给它切小一点 时间差不多了 不能焗久了 野生的这个盎司鱼呢 就是使它鲜嫩啊 给它关火 上桌了啊 油热直接把这个青菜和休蒸菇放进去 少拌一点盐 来一点糖 因为这个里面有休蒸菇 我们给它焖一会儿啊 差不多了啊 出锅 再来一盘矮角青 这个小青菜现在是最好吃的时候啊 有你妈爱吃的鸡爪 有你爱吃的这个鸡翅鱼 这个鸡翅鱼 哇这个肉挑出来 这个肉啊它没有煎过很嫩的是啊 来 哇 听说 好吃的 好吃的 来鱼再来一块的 我怕这个烧太咸了 刚刚好 一共六条鱼啊 有两条稍微大一点 另外几条小一点 另外几条小一点 我怕你吃 来 头待会我来吃 我喜欢啃头和香 再给这个汤汁 这个鱼肉太嫩了 知道吧 但是要把它夹起来呢 这块其实最好吃的 就是下巴这一块啊 来吃这块鱼肉 我把那个头啃掉 头最香 这个鱼没想吃了 嗯 这个越小越香了 人家说是这样 要把身体拿给你吃啊 不知道 我来啃头 嗯 手上没那么露 但是酥酥挺香的 那是 这个呢 看到了啊 这个应该是关节的地方 还讲点小的呢 给你们一来分一条吧 嗯 这小的没多少漏的 但是小的鲜啊 来 我来接着 哇 整起来啊 给我买这个鸡短 特地跑到这个大明市场去买的 这我本来是在楼下买的 我看到没有新鲜的 特地多跑了一趟路 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车就 在这边 Robert